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hat.js 今天是第八课 今天我给您定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棒棒图 什么意思 咱们到上期为止 咱们画都是线图吗 今天咱们要画棒棒图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首先 今天的知识点就是说 为您画一个棒棒图 棒图 第二个怎么画 通过这个type等于棒 这个属性就能够画 OK 那咱们马上进入实战演习 老规矩进入实战演习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 即使到今天为止 不是即使到今天为止 我先给您还原一个线图 咱们看看这线图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是我准备的一个 咱们前几天都做过 这么一个标准的线图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这个线图的样子 好 运行一下 今天是第八课 什么都没有的前提下 大家请看 是这么一个线图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非常的干净 挺干净吧 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们就把这线图 变成棒棒图 怎么变 看啊 回到咱们的readme 首先说 大家看这个地方 VAR VAR Type 以前咱们等于的是什么 是LAN 我考虑过来 今天咱们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 等于BAR BAR图什么 棒棒图吗 对吧 OK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效果 接下来 咱们试完棒图之后 数据都不动 咱们在这个前提下 咱们先看一下实际的显示样子 刷信 大家请看 这个是默认的棒棒图的样子 其实换句话说 不是很美观 比咱们这个 用咱们这个 EXL比起来的话 还不是很美观 没关系 咱们一点点设置 好 咱们设置完棒图之后 接下来干什么 定制样式 怎么定制 看啊 比如说 我把优酷这个棒的背景色 我让它变成天蓝 没有问题 这个我改过来了 上期优酷用红色 其实是不太合适 应该用蓝色 优酷是蓝色 对吧 然后 其实B站也是蓝色 今后怎么弄 我还得稍微考虑一下 然后 我再给它做一个边框线 让它等于黑色 放过来 OK 再接下来 让这个边框线的宽度 等于8 没有问题吧 好 试一下 OK 然后咱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我仅仅定义了优酷 看有什么区别 够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天蓝色的背景 并且边框线 等于8个宽度的黑线 OK 再回来 接下来 咱们再设置一下 我看 咱们再设置一下 YouTube YouTube的话 我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小例子 一会再说 我先直接给您看一下 如果把它设成红棒图 设个什么效果 红棒图 再然后 让它的边框色等于马龙 马龙是属于咖啡色 然后把它拷回过来 宽度也是8 没有问题吧 拍下去 好 咱们看一下这结果 红底 然后是 马龙的颜色框 也是8个像素 够 看到了吧 红底 然后这个线是马龙线的框色 这叫咖啡色 还是叫遮实色 这样就出来是咱们的天图 这个看起来就比刚才要好看多了 对不对 OK 没说的 接下来 接下来再给您看一个另外的线形 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设线图 霸图 以后 咱们还可以设雷达 各种各样 但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有个叫做横棒图 Horizontal水平 水平棒 什么意思 靠北我来试试 试一下 好 现在看起来 是什么 是树棒图 对吗 当我刷新 让它变成水平棒 该怎么显示呢 刷了 Go 大家请看 横向显示了 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需求 是需要这种显示的方式 所以说 XJS也给咱们提供这种方式 OK 那咱们再回来 再回来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们再准备 我想再增强一下 这个图的效果 怎么效果 叠加效果 怎么做 看 这个是咱们基础的数据 稍等一下 这还有一个 有一个我备注 给您显示一下 什么吧 就是说 咱们可以对每个棒棒 都进行一个单独的 颜色的设置 没问题 大家请看 我这个YouTube 有五个元素 一二三四五 对不对 我给每个元素 或者说 我给每个棒棒 都是让它自己的颜色 没有问题 制成黄绿 咱们看看这个效果 F5运行 Go ABCD 我了个去 考错了 我还是弄点HTML 我说怎么 我这个效果没出来 稍等 我把它拷贝过来 吓回跳 我说怎么 这个课件做出问题了 因为我都经过证实了 好 我把这个红线给它剃掉 然后在这个地方 咱们放上一个背景色的数组 然后整形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Go 咱们这样 大家请看 每个线 这线形没出来 这个是跟我坐标有关系吧 稍等 我把它缩小一些 出来了 OK 没有问题吧 这个坐标咱们再调整一下 让它显示的更高一些 也是没有问题的 坐标我前两天讲过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 我每个线形都显示不同的样式 当然咱们还可以定义边框色 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接下来干什么 我刚才说要做一个叠加效果 该怎么叠加 要对option进行设置 怎么设置 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要对x轴和y轴 进行一个什么设置 static 层叠 叠加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效果 Go 拷贝过来 然后整一下形 没有问题吧 这个形整的不好 这个title咱们整上去了 下来 OK 没有问题 咱们再看一下 什么叫做叠加效果 F刷新 看 Go 大家请看 爸爸图 不爸爸图 这叫棒棒图 叠加在一起了吧 分别用自己的样式进行了显示 没有问题吧 非常的美观 漂亮 对不对 当然我颜色可能设置不是特别好 您跟着您的公司的需要 设置成更加 凸显出您的公司效果的颜色 当然也是更好了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简单的 关于咱们这个棒棒图的使用方法 type等一半 不知道您听办没有 和咱们上期的线图 几乎差别不是很大吗 对不对 推荐给您 也是不错的显示效果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了 我的代码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优酷 YouTube 还有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咱们下期再见